在行走中观察 在触摸中感悟 在跨越中思考 听世界 有一个朝代 一半以上姓氏在那时形成 一半以上成语在那时产生 一半以上行业的祖师爷出自那个时代 那时产生了教会我们李毅廉耻的孔子 著作《道德经》的老子 教我们如何打胜仗的孙子 还有法家的列子列宗 丸子 荀子和烧鸯 这个朝代就是春秋 春秋武霸 谁是真正的霸主 三百多年的历史 又有多少无以计数的英雄 和令人眼花缭乱的精彩故事 让我们在春秋这个百家争鸣的舞台上 重新观看那些激动人心的场面 和感人肺腑的历史人物吧 上一次我们讲到魏国战争 很快就结束了 然后绕着绕着 我们就说到了魏国战争当中 为什么魏国要去找宋国来联军呢 于是呢 我们就说到了宁义 宁义呢 前去魏国当说客 想说服宋国来参与这个五国联盟 一起去打正国 好 既然这样 咱们就说一说宋国 咱们就先说一说宋国的来源 宋国呢 在现在河南商丘一带 周武王灭咒之后 被当时的咒王弄去当奴隶的哥哥 魏子启封在宋这个地方 魏列公爵 魏子启就是姓宋的 姓孔的 姓骁的 姓木的 姓画的 还有姓牛等等姓氏的祖先 由魏子启身上可见 其实不论是古代还是现在 当个贤人 贤臣 连敌人都会敬重你的 魏子启就很贤明 这种贤明是有遗传的 后来一直传到宋宣公的时候 宋宣公也很贤明 鞠躬尽瘁之前 没有把自己这个军位 传给自己的儿子 而是给了自己的亲弟弟 也就是宋穆公 宋穆公也很贤明 自己鞠躬尽瘁之前 也没有把宝座留给自己的儿子 公子冯 而是给了自己的大哥 也就是已经去世的宋宣公的儿子 这就是后来的宋商公 也就是说宋宣公和宋穆公都非常贤明 把自己的位置呢 让来让去 最后宋穆公又把位置呢 还给了自己的哥哥的儿子 这贤明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那就是迟早会碰上一个不贤明的 那就麻烦了 这宋商公和公子冯 原来是堂兄弟嘛 自己父辈在让来让去 是贤明的举止 但是呢 到了子辈这儿 这个个都不客气 不想把这个位置让给对方 相互之间 看着就眼红 恨得咬牙切齿的 当时宋穆公还没有鞠躬尽瘁之前 就知道这两个小子不是什么好人 临死之前 就把自己的亲生儿子公子冯 派去守边疆了 意思就是说 如果我鞠躬尽瘁之后 你们两个因为抢军位而起了矛盾 干脆跑吧 得 宋商公这边刚刚接班 公子冯果不其然 一转手就跑过国境 跑到郑国去了 他知道 这个堂兄弟宋商公 是绝不会放过他的 您瞧瞧这事 是多乱 包括郑国 魏国 宋国 都是哥俩来抢军位 弄的是一塌糊涂 手足反目 其实春秋那时候 在这一点上是很仁义的 任何国家 对于那种落难来头的 都是张开双臂 鼓掌欢迎的 接近全力保护 似乎 如果不保护这些落难的人 就不够爷们 基本上 你原来是贵族 到了我这来 你尽管是落难的 我也给个贵族你当当 就像公子冯一样 从宋国跑到了郑国 郑庄公 依然给了他一座小城 安身立命 宋商公 是很想去把公子冯捉回来的 但是 又担心郑国太大 打不过 不仅怕打不过 还怕公子冯 顺手从郑国借个兵回来 打回来 和自己抢位置 所以 从这个角度来说 宋国比魏国还想打郑国 魏国毕竟是帮别人出气 想在自己新上位的时候呢 帮自己立个权威 而宋国呢 是想斩草除根 除去这个后患 这件事情发生呢 是在魏国想打郑国之前不久 这个时候呢 这个魏国的新军周瑜 他还不知道 但是 时候之哥们知道 这个时候 推荐自己的好兄弟 宁义去 就是想给他一个 立功发财的机会 也就是说 我事先得了内部的消息 明知这个股票 会连拉几个账停板 拉之前我悄悄告诉你 全仓买进 这不就是让你发财吗 由此而见 其实时候作为一个朋友 还是真的不错的 于是乎 这宁义就大大方方 去了宋国 把这个大概的意思一说 宋商工果然高兴坏了 早就憋着要打正国 把公子锋捉回来呢 这下好 宋上门来的机会 五国一起去打 能不赢吗 马上参与 马上入国 让生命的空间延伸 听世界 于是 魏宋陈蔡鲁 五国联军 进攻正国 一路是秋好无犯 直接就杀到了正国的首都 当时正国的首都 是刑仰 为什么这五国联军 不占领其他的城池呢 因为魏国国军 公子周瑜和石后 根本就是做做样子 从来没想过要真打 于是联合国大军 就围住了正国的东门 但都不进攻 联军都是这样的 各怀鬼胎 都想躲在后面 看别人冲锋陷阵 自己有空上去 捡两块肥肉吃吃 啃骨头的事 傻瓜才去干呢 虽然这当中宋国 是想真打的 可是自己实力一加又不够 也不敢单独上 按着宋商工的想法 派人进去和郑庄公商量商量 把公子锋交出来 咱就撤军 可是这郁闷的就是 郑国军队根本就不派人出来 这边派人去谈判 那边也不让 谁过去都是一通箭 给射回来了 好 那边在城上 悠哉悠哉喀拉OK 这边呢 想过去谈判的机会都没有 一连五天 毫无进展 于是 有人就要撤军了 谁呢 就是领头的那个 魏国 魏国要撤军了 您要问了 好好的 不是自己组织来打别人吗 怎么自己先要撤了 时候对公子周瑜说 主公 差不多就回去吧 五天了 再不回去 日久生变呐 周瑜想想 是这么回事 自己刚刚当国君没多久 又出来时间太长 一个不小心 给别人端了老窝 那就完了 当初啊 郑庄公和祭族 就是算准了公子周瑜 刚刚串位 不敢在外面待太长时间 所以对子都就说 别急 人 过两天自然会跑 没想到 真的给说中了 魏国 收兵 其余四国 当然就跟着撤呗 干嘛自己还傻傻的待这儿啊 魏国开始撤军了 这回回去 那不能空手啊 来的时候秋毫无饭 回去的时候 总得抓点俘虏 抢了一些正国的老百姓 抓了几个没来得及跑的 回到了魏国 于是大造舆论 号称大败正国 打得郑庄公 是不敢出门 可是啊 当时的人也不是那么好忽悠的 谁不知道你过去五天 啥事没干呢 魏国人还是不服公子周瑜 怎么办呢 周瑜继续烦恼中 这个时候 他的好兄弟 时候又来出主意了 主意 是好主意 但是也是一个高风险 要送命的主意 其实说起来 这个问题就是 到底做好人容易 还是做坏人容易啊 其实都不容易的 公子周瑜做了坏人 可是转头想做好人 别人就不买他的账 还一门心思的想赶跑他 甚至想干掉他 那么回头再说说 时候到底出了一个 什么送命的主意呢 他是这么说的 主公 要说别人没办法 那也就没办法 但我家老爷子 一定有主意 不妨去叫他出来 我去叫还不行 老爷子都不认我这儿子了 就得主公您自己派人去请 才行 时候的主意 就是这个主意 说起来 这时候啊 还是很敬佩自己家这老爷子的 知道老爷子比自己高 不过奇怪的是 明明知道自己的老爸是对的 但是在跟随公子周瑜这事上 偏偏就不听老爷子的 您瞧 还一标准的叛逆青年 公子周瑜一听 啊 有了呀 时候都这么聪明了 他老爹不是更加是人上人 得 也甭派人去请了 我直接上门请教去吧 李贤下市 没有架子 您看看 这周瑜还是很有优点的 于是周瑜就带着石后 亲自上门 去向石老爷子请教了 一个没有找的到草人 和一直找寻不到勇气的狮子 在寂寞的狮子 在寂寞的时候 他们是陪着我想你的故事 一个没有心的机器人 一个没有心的机器人 你的爱 爱能不能现在就对你说出来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我好想为你勇敢 我是那么爱你 我是那么爱你 你不明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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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你不明白 我说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 你不明白